就決定是你了!少年!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謙 今天Pokemon GO已經正式在台灣上市啦 那今天已經是Pokemon上市了一天後了 因為我來不及準備一些拍攝的東西 不過我今天也有玩了Pokemon Game 我剛好人也在外面,然後也有抓了一些神奇寶貝 我決定要用影片的方式把這些東西給記錄下來 那現在給大家看看我今天在外面抓到了什麼樣的神奇寶貝好了 我今天在外面抓到的第一隻神奇寶貝是皮卡丘 皮卡丘! 這一隻神奇寶貝呢 要抓它其實不會很難 一開始你在玩這款遊戲的時候 它會讓你選玉三家,也就是水劍龜 水泥龜 妙花種子還有小火龍三隻 然後如果你只要不要選他們三隻 錯過他們三到五次 三到五次之後呢 皮卡丘就會跟他們一起出現 然後你就可以抓皮卡丘囉! 我的第一隻是先抓了皮卡丘 然後呢我在後面也抓到了妙蛙種子啊 種子種子耶! 然後這個是 呃這是噴火龍不是 很醜的噴火龍不是 它是鴨嘴火龍 這是我在路上看到的 然後還有抓到這一隻 呃腳很大叫什麼?去前蟹不是 我一直忘記它叫什麼名字 然後還有伊布 對我有抓到伊布 很可愛的伊布 然後我還有抓到文香蛙 然後我還有抓到 這是波波波 很多隻我抓到很多隻波波 然後抓到 呃如果你抓到的那一隻神奇寶貝 你抓到很多隻它的話 我在講什麼?不對 重說 如果你抓到很多隻相同的神奇寶貝的話 也不用擔心 然後每一隻神奇寶貝 神奇寶貝 每一隻神奇寶貝 它都有它的CP值 那上面呢它會顯示它的CP值 你就找一隻特別高的CP值把它留下來 然後其他隻的CP值就點這邊 把它Transfer成 把它轉換成Candy 那這個Candy可以拿來幹嘛呢? 第一個你可以拿來升級它的CP值 第二個你可以讓它進化 你波波就可以進化成 呃...鳥 比較大隻的鳥 比丟 對最後你可以進化成比丟 然後我還有抓到什麼 呃...小拉達 然後我還有 你看我這邊就有兩隻小拉達 然後呢我今天還有抓到 毛毛蟲 不是毛毛蟲啦 這叫做...呃... 這隻會進化成大正風 我也忘記它是什麼名字了 真的是好久以前 然後這個應該是 喇叭花 喇叭花 這隻應該明天錯了 這隻是我在捷運上抓到的 然後 我今天要介紹我抓到 最有趣的神奇寶貝是什麼 最有趣的就是這一隻 卡比獸 我今天在 嗯...後山皮捷運站附近 抓到了這一隻 卡比獸 我剛好去那邊參加一個 PARADY 然後... 這隻卡比獸出現在他們的 公園外面 然後我就抓到它了 喔對了我這邊還養了 幾個蛋 一二三四 然後... 我今天大概只走了 1.6公里 因為有其他時間是 呃...搭車 你記得它好像公里數 超過20以上 就不算公里數 這個蛋呢 會孵出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們就慢慢敷 敷出來 我也會再錄給大家看 我也會把我的手機 裡面抓到的 神奇寶貝 那一刻畫面 給錄下來 分享給大家 雖然沒有辦法及時給大家看 但是我也會分享成 很多很多的影片給大家 OK那我今天抓到的神奇寶貝 差不多都是這樣子 以後 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希望可以錄這種短的影片 告訴大家 我今天在外面抓到了 什麼樣的神奇寶貝 讓我們一起朝 神奇寶貝大師之路前進吧 如果大家還喜歡這集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就可以知道 我的神奇寶貝圖鑑收集到哪啦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